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把笔马迷们 大家好 我是国际认证秘乳顾问吴鹏玉营养师 身为一个儿科营养师呢 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 我的宝贝吃好少哦 怎么办都不吃饭 我们会担心宝贝吃的不够多 是担心她长不高 长不胖 对不对 其实身高体重并不是我们唯一看的里程碑 而是我们要注意 baby是不是都能够符合我们宝宝手册上面 能够有正确的发展指标 比如说满四个月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脖子硬了头可以抬起来啊 是不是说我们快要一岁的时候呢 已经可以扶着东西站起来等等 这一些发展的指标呢 其实对宝贝来讲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呢 baby在学吃东西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挫折 会有一些障碍 常常会觉得啊 这个东西吃起来好累哦 我想要吃少一点 啊这个东西味道我还不是很习惯 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练习 各位爸爸妈妈们 不需要因为现在短暂的一个状况 而倍感忧心 许多宝宝不吃饭就算了 体重身高都好瘦小 到底这该怎么办呢 其实呢我想要让各位 把比妈咪们了解 不管baby的身高体重曲线呢 是在5% 10% 20% 好像都是好低好低的数字 其实呢我们只要能够在 增长曲线的上面 都算是正常的 即使只有3% 好像听起来 哎呀我的孩子是不是有一些落后 不过呢从他出生可能是45公分 哎到了2岁的时候 即使他还是在3%的线上 小孩子也是从45公分 长到一路82公分呢 我们就放宽心 让孩子用他合理正常 很舒服的速度 一路的长在他该有的生长曲线上 就OK咯 小朋友教练职